真子丹出生于广东武术世家,不仅是武艺刚超的演员,还是武术指导家导演。 真子丹出演了太多的影视作品,新龙门客栈,金武门,夜问等等。 实力的武艺获得了多项大奖,逐渐在国际影团获得认可。 经历过两次婚姻的真子丹在30岁的时间经朋友介绍认识的前妻梁静慈,两个人可以称得上是一见钟情。 两个人当年仅仅经过五个月的交往就结婚了,两个人结婚后十分恩爱。 然而这种恩爱并没有持续很久时间,儿子的出生也没能够将真子丹挽留,之后两个人不欢而散。 在2003年的时间,真子丹在一次饭食上结识了被称为加拿大的钻石之王的千金,汪诗诗,身家自然是真子丹比不上的。 接着真子丹就开始对他展开了热烈的追求。 没有多久两个人喜结良缘,后来汪诗诗和真子丹有了一对儿女。 结婚以后真子丹成为了一个妻管颜,他自己对妻也是直言不讳,一家人过得很是幸福。 然而,曾经的第一任妻子梁静慈过得却十分的不容易,梁静慈一个人将孩子抚养成人。 在这中间有一次儿子生病了,梁静慈希望作为父亲的真子丹可以来看望一下儿子。 但是有传闻说,郑子丹表示自己忙于拍戏没有时间去,之后郑子丹表示每个月都会给他回四万元的抚养费,还给他和他的儿子购置了一座千万豪宅。 郑子丹说会尽力照顾好他们母子,然而当记者问到梁静慈关于郑子丹的时候,林满重物的他一脸无奈地看着记者淡淡地说,不想谈论他,就匆匆地离开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